今天我们玩煎鱼 今天有什么鱼好吃呢 就是这个 日本的照烧槽耳鱼 北海道鱼 什么叫槽耳呢 叫槽耳为耳 叫槽耳鱼 两件装 用甜的照烧汁已经腌好了 解凍之后是这样的 现在爆香姜丝 煎鱼很简单 热油 其实也挺大 很厚 再加第二件 它很厚 所以要试一下 因为很简单方便 性价比高 你想想一包 一包这么大包 有两件 急凍拿出来已经有鱼吃了 还要是日本鱼 还不爽 这个大约煎多久 这个这么厚 我想要煎几分钟 好 我们再看几十秒 不断弹油 不断弹手 不断弹油 不断弹油 一斤几分钟煎好了 我再试吃给大家看 现在大约煎了2分钟左右 我们用反鱼 也很确实 我们也没有散 很漂亮 因为煎给木鱼 要好好用心 这个也很确实 等一下可以煎完 好金磊 很漂亮 哇 又很弹 煎完 再告诉大家 好 接近完成了 反鱼之后 我想阿湾现在是接近5分 5分6分钟左右 其实最重要 果物门就是 记得 拿着它煎一煎边 对 边也很重要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吃日本的鱼 新鲜鱼之外 新鲜是蒸 这些日本鱼我挺喜欢吃的 因为 它的鱼味是很重的 而且够滑 正 尤其是深海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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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肉质 正不正 滑 有没有口感 还有 将来有没有香 可以了 吃得了 好 好 我有一碟 我有一碟 可以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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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差 可能它已经腌制好了 有淡淡的甜香味 它呢 这隻鱼是有口感的 意思是鸡�韧的 但你记住不鞋 鸡�韧不代表鞋 而且不腥 真的不腥 好吃 好 这些是简单方面的 生鸡鱼 下出来解冻 用些油 少少姜 丝爆锅 已经煎得了 不用经常要去 每天都要买新鲜 当然新鲜鱼的精力是好吃 但是 简单方面 就是这些一几分钟出来 已经完成了 好吃 好吃 今天介绍这个 日本北海道 是主要的 一起觉得 牛肚烈 全部全部超掌 没有 你